我无法相信 我真的完全无法相信 在奇异博士看到的14605种未来中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这一整年最期待的影集 居然会长成这副德心 就让我问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一个以黑暗写实的间谍剧为卖点 包含任意变形外星人的影集 最后惊人的转折可以用一只手数的出来 抱歉说一只手数的出来 大概还太抬举了 可能只剩一个关节吧 屈指一属这个影集完全浪费了龙母大人 神作《骇客军团》的影集主创 漫威目前为止最高的200亿美金预算 还几乎从头到尾重拍了一次 当然还有漫威宇宙最猛的 Log男人Nick Fury 毫无疑问秘密入侵 绝对是漫威史上最令人失望的作品 于是带着一颗沉重的心 容我向各位呈现频道史上第一次献上的 美味佳肴 当然以下会爆雷 您该有听说过悲痛的五个阶段 但是很抱歉我现在还卡在否认跟愤怒的阶段 公平来说漫威宇宙中有没有更烂的作品 有 绝对有 但即使是雷神索尔爱与雷霆 或者是钢铁人2好歹也有自己的能量 不 这个看烂片不是因为秘密入侵实际品质上 真的是史上最烂 而是震天汉地的令人失望 其中极其无趣的剧情令人怒法冲冠的选择 全都会让人觉得主创和编剧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才会有自信交出这样的作品 不 我不会直接用烂来形容秘密入侵 而是用乏善可乘这四个字 而这四个字可是比千百只尖叫的山羊还令人心碎 提到史上最烂 就这么刚好要看懂秘密入侵的故事 我们还得先去看另外一个几乎一样缺乏任何惊奇的作品 惊奇队长 在复习前我真的完全想不起来他在演什么 只好重新感受这个 不过你们不必亲自承受这个苦痛 基本上惊奇队长结局就是Fury一行人发现入侵的石克鲁人 其实并不想前占地球 而是他们的世界被克里人毁了之后 成了宇宙难民 最后Fury和石克鲁人将军Talos达成协议 答应会与惊奇队长为石克鲁人找到仙甲 而石克鲁人则用他们能力来为神盾局渗透底营搜集情报 30年之后我们看到Fury实验的后果 我们在蜘蛛人离家日片尾片段就看到地球上的Nick Fury其实是石克鲁人 真正的Fury在神任太空站上 在那时我们就认定他肯定是在计划某样东西 结果呢 我们在这里才得知 Nick Fury其实在弹指返回之后受到创伤 不是闭门造局 只是在闭门喝酒 但是现在石克鲁人秘密入侵越来越明目张胆 传奇的Nick Fury也被迫回到地球表面 他有所不知 其他剩余的石克鲁人在这段期间也逐渐移居地球 有超过100万名石克鲁人生活在人类中 与此同时 原本替Nick Fury做各种肮脏火 年轻气盛的Graphic终于脱离巴比勒园 带领一群激进化的同伙 饰演掌控地球 让石克鲁人能够以自己的样貌自在生活 于是Graphic主导着石克鲁人 已经渗透了众多人类高层职位 甚至试图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不过这已经是漫威第二次把难民宿造成恐怖分子了 是有什么特别用意吗 更令人不知所措的是 每个角色都必须用解释性台词告知我们Nick Fury已经落了 他已经残破不堪 已经不中用了 而来到第一集最后 老头Nick Fury更是直接害Maria Hill被Graphic杀害 也就是这一颗 我也决定这次不可能做一集一集的深度解析 直到这影集展现 他们不只是要把Hill塞冰箱而已 结果还真的只是塞冰箱 塞冰箱简单来说 就是纯粹为了给主角更强烈的动机 而廉价地杀掉一个重要配角 看来今年间谍片很爱做这种事 2023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而这个第一集实在不是个好开场 除了开场戏假Ross干员桥段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张力 角色就像解游戏任务一样 取得一个资讯之后再换到下一个关卡 一再重复这个流程 无论是正方或反方 他们就这样悠悠哉哉哉的 像是老朋友聚会一样在各处碰面 倒是第二集就精彩很多了 最大的原因是影后Olivia Coleman 所演出的《君情16出高官》 每一场出现的戏都彻底发挥 她那甜美之中带着优雅 但又从头到脚冷血无情的阴狠姿态 除此之外 更是有Fury和Talos在火车上的那段对话 巧妙地带出Fury对百万石克鲁人 移居地球的物质 而Rody与Fury的对话 也展现出两人在多年交情下 因为职位而不得不撕破脸的尴尬 更是利落又不突兀地带出 美国黑人深知自己该互相支持 却又不得不对现实低头的矛盾 与此同时 这集也暗示Gravik藏了一个杀手键 一个能够让石克鲁人 融合超能力者DNA的机器 取得这些英雄 以及过往反派的能力 尽管第一集彻底浪费Maria Hill 第二集至少看似是完善铺成 来让Fury能够离停扫穴的挑战 甚至让我重新有 美国队长2那样的感觉 不幸的是 从第三集开始 我只能假定秘密入侵 编剧已经提前罢工 然后高层只好索性 直接用AI来完成剧本了 让我来说一个超级明显的原则 这个原则明显到 我甚至不用翻任何写作相关的书就能说 如果你想要把你的影集以 以神以鬼的间谍惊悚剧来宣传 那可以试试看 不要打从一开始就直接告诉我们 反对方的所有细节 但偏偏这影集反而是打从一开始 就告诉我们 坏的石克鲁人是哪几位 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全都在来不及产生悬疑时 就全部卸了底 对我们之前就得知 这些编剧还被特别告知 不要看原著漫画 但这里我仍无法解释 他们为什么完全没有运用 石克鲁人那种不可预测的特征 打造一些惊人转折 或至少在我们观众心中 处处种下怀疑的种子 举例来说 漫画第一场戏就看到光明慧 聚集在死去的幻影杀手旁 发现他其实是变身的石克鲁人 而就在他们正讨论如何应对的时候 黑服王这时也被揭露 其实是石克鲁人 直接对其他光明慧成员发动突袭 最后大家成功制服 这个假冒的黑服王之后 各个成员走顾右盼面面相去 发现他们再也无法相信彼此 不发抑郁的离开 就这样光是一个开场戏就建立整个漫威大事件 人人自为的调性 结果影集版本6集中 没有任何一场戏能够与其比拟 甚至连拙劣的模仿都做不到 想象一个从Fury第一人称限制视角 让我们更能体会他真的更老更衰弱了 手脚伸疏更不知道该信任谁 那样不是更能强化去一个故事的主题吗 结果在这影集中 我们看到的是Fury除了Rose以外 完全没有怀疑任何人 对自己最亲近的Telos毫无止疑 也完全相信妻子 应该说他完全相信他看到的每一个人都不是许克鲁人 这影集的标语不就是你能相信谁吗 看完之后才发现原来答案就是你可以相信任何人 或许我们这边都错怪了编剧和导演 或许许克鲁人会拍的感觉如此疲软 是因为我们现实中存在着更大威胁 早已无声无息地渗入我们每天最亲密的整编人 静静地观望你每个网络行机 甚至直接仿冒你的身份 在网络虚拟世界自以往为 是的 手机现在一个拇指就能登入银行账户挂号看准买到全世界的商品 但是我们生活越方便 也就表示我们所有重要资料越集中越需要保护 以前可能安装一个防毒软体就有可能保护到 但现在病毒和骇客早就跟着AI技术成熟 而跟许克鲁人一样千变万华 可能未装成来路不明的连结或下载档案 在你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早已秘密地入签你的手机 于是各自安全光从手机挑选上 就是一个最大关键 我们还有个人隐私的最后一道防线 就是 Samsung NotWord Samsung内建一套强大的行动资安系统 全天后为你阻挡任何的恶意攻击 像我这台Samsung Galaxy S23 Ultra 里就有搭配EAL5 Plus认证 国安等级的加密晶片 不管是手机开机或关机状态都无间断的守护你 无论是再强的 时刻鲁独心机器都无法破解 那些我们平时使用的密码 脸部或指纹辨识 手机片码 或者是手机支付等等 更是被Samsung NotWord 资料隔离储存 双重认证功能保护 就像是全面启动里面 保险箱之中的保险箱 独立将这些敏感资料 物理上隔绝在加密晶片中 可以预防个人隐私资料遭窃取 甚至是遇到来自超级电脑的骇客 也不用紧张 只要有了Knox 今天就算整个手机都被入侵了 也不用担心资料外泄 而除了晶片本身的加密强度之外 Samsung NotWord还有其他好几个重要的 隐私管理和控制功能 毕竟个人隐私问题 有时候也不是害怕外来的骇客入侵 只是单纯怕你的一些 比较 不该让人看到的资料被亲朋好友看到 这种情况最有效的对策 就是永远也不要跟任何人相处 不过如果这招不管用的话 Samsung NotWord还有一个厉害的解套 也就是安全资料夹 不用担心有此地无垠三百两的尴尬 原理很简单 就算对方直接点开你的手机 也不会看到资料夹的任何踪影 你看这样选择隐藏安全资料夹 不管是主萤幕或应用程式页面 都完全消失了 你最见不得人的秘密 啊不是 你最珍贵最重要的档案 只有你才会知道存在 你们什么都没看到 最后Samsung NotWord也可以让你更主动了解 跟控管一些日常手机行为的安全性 透过隐私管理员 就可以一目了然看到你今天所使用的任何APP 要求开什么权限 像是位置 麦克风 相机等等 再进一步告诉你这些权限合不合理 最后像我这样轻松一选 你就可以直接更改或删除这些开放的权限 也能及时防范自己一不小心就开放这些权限 隐狼入室 像是如果有某一个应用程式偷偷开启我的麦克风 这边这个时刻鲁颜色的点点 就会马上亮起来通知我 最后隐私管理员保护范围 其实也包含到个人化广告的隐私问题 这边如果你选择重设广告ID 广告商就没办法存取你的个人资讯 我们也不用觉得一直有某人 监听你的一举一动 更多详细资讯都已经放在影片说明栏 再次感谢Samsung赞助这支影片 让我们不用担心手机隐私遭到入侵 你以为我史克鲁人的部分讲完了吗 更令人困惑的是 这些史克鲁人甚至还不能自由变形 没有错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 每个史克鲁人都必须绑定某一个特定人类 故事的解释是这样才比较容易化身为那个人 虽然这个理由完全没有帮到化身Rhodes 那个人的史克鲁人角色扮演 就是因此 盖亚斯在做那些偷鸡摸狗的背叛行动时 坚持都用自己原本那张脸 一下子就被逮到 不过龙之母的薪水大概很贵就是了 可以理解高层不想浪费 哦还有Gravik这座恐怖行动 包含在莫斯科引爆炸弹 还有攻击总统的时候 也都坚持自己原本那张脸 Gravik率领一群史克鲁人 假扮俄罗斯人 突袭总统那段 还有一个严重的漏洞 这些俄国人在被射杀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变回史克鲁样貌 难道Gravik真的有那么威猛 说服真正的俄国人来引发战争 当然 史克鲁人在冒充我们熟知的漫威角色的时候 突兀感就更明显了 与其说这是编剧跟导演刻意想要铺成 他们其实是冒充者的转折 更像是他们此生没有看过任何一部漫威作品 我再指的 当然这是Rhodes 的确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比较严肃政治的军人 但与此同时 他也是《钢铁人》系列中温暖与幽默的来源 明显对比Tony的防护性嘲讽 结果在这里他的呈现竟然是一个彻底的机板 而在他应该要好好隐藏自己身份的时候 反而是反过来激动的威胁Nick Fury 还对身边所有部下和高官都摆出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态度 不过先不管这些 这边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 Rhodes被石刻鲁人抓住多久了 从他最后身穿病人服的线索 以及导演自己所说的话来看 Rhodes从英雄内战就已经被冒充了 与此同时 Kevin Feige本人还说 我们喜欢粉丝们回去看我们以前的作品 并且发现那个不是Rhodes本人的可能性 不好意思 但是我们不太喜欢 你这是在说 在《猎狱酷寒战士》里面鼓励Sam的那个人不是Rhodes 或者更恐怖的是 Rhodes本人不知道他最好的朋友Tony为了拯救宇宙而牺牲 这边还有一点我一直过意不虚 假如说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熟悉的角色被冒充好了 那为什么不选Sharon Carter 她才是个性改变最多的那一个 而且如果是Sharon被冒充的话 也多少能解释Graphic这些资源是哪来的 好我们继续 石刻鲁人Rhodes只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这影集中还有好几个破坏漫威正式的桥段 举例来说 这影集还破坏神盾局从以往到现在所建立的故事 不不只是因为Maria Hill被塞冰箱了 在第三集Talos解释在石刻鲁人来到地球跟Fury合作前 Nick Fury只是个无名小族 而他能够升官神盾局有现在的地位 全都是因为石刻鲁人在暗中搜集寝字 此外他们也完全没有解释旌旗队长 为什么在30年过后完全没有找到适合居住的星球 萨诺斯退休务農那颗星球不好吗 又或者在最后面 总统宣告要对所有外星人开战 先不说你真的以为美国能够代表全世界自行宣战 那阿斯家人就不算了 不意外的是这部影集甚至也没有给予剧本主角 Nick Fury应该有的尊重 而在第五集中Fury跟Sonya解释 不召集复仇者联盟的原因 不是因为无法信任他们 单纯只是因为为了他的自尊 这真的是召集了地球上最强大的英雄们的Nick Fury会说的话吗 当然最不可原谅的是 还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说MOTHERF*** 而经过五集看这位残弱不堪的Nick Fury屡屡促败 直到他终于带起眼招 看似终于找回遗忘的神秘汉危眼后 他的终极计划是什么 啊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烂番茄只剩下7%超低评价的精彩情节 我们这才得知 在这些年来 Nick Fury在Gravik等时克鲁人帮助下 一直偷偷搜集复仇者联盟 以及他们击败的敌人残留战场的基因 算是蛮符合他总是有B计划的个性 不过有人可以跟我说 为什么全部的基因样体全都是装在一个小小的瓶子里吗 你们难道没有看过侏罗纪公园吗 Nick Fury本人就在侏罗纪公园里面 而在Gravik想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计谋失败之后 他决定要拿这个收成来一次取得所有能力 化身超级石克鲁人来侵占地球 好 只有引来另外一个超大剧情漏洞 Gravik从第一集到现在不断放走Nick Fury的唯一原因 就是因为他说是为了要得知基因收成的位置 但是他只要随便抓住Fury 再透过那个超强大石克鲁毒性机器 派入他的记忆不就知道了吗 不过让我们还是专注在Fury的远大计划上 这个计划 也就是让化身成为他的Gaiya资源把所有超能者基因拿给Gravik 让他在获得超能力同时让Gaiya也同时获得这些能力 最后就祈祷Gaiya能够击败Gravik 所以如果Gaiya没能成功的话我们就全都死定了 而这场战斗甚至也没有真正善用这些能力创造出像What If 或者是萨诺斯打齐不是那样多样性的打斗戏 讲白了就是用钢铁人3出现的绝境病毒 还有各种力量型英雄的手臂 包括放在龙母娇小身上超好笑的Drax二头机 当然还有惊奇队长能力 以及某种跟冰有关的能力 X战警什么时候进入漫威宇宙了 不过认真来说 这应该是洛基身上冰霜巨人机 那能飞红女巫的能力呢 这难道不是所有能力里面最强的吗 只有他能够跟搜集无限宝石的萨诺斯单独抗衡 这样的解决安排还有另外一个严重问题 除了又是一个CGI大乱斗 这也代表Fury没有机会和Gravik有一个最终的面对面戏码 Gravik对Fury的愤怒和责怪也都不用交代了 最后看完秘密入侵六集后 有没有发现我们完全没有看到任何角色成长或情绪改变 甚至可以说是变得更糟 Fury一开始被指控躲在太空中 也因为当年把Gravik送去进行各种暗杀任务而导致现在的情况 结果经过六集发展 这里Nick Fury又把Gaia送去解决威胁 在总统对所有外星人宣战时 又回一回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回到太空了 你把我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 和平哪来的和平 好了好了我们都知道漫威的粉丝最爱挑毛病 对不起当角色本质被背叛情节狗屁不同的时候 我们确实不该挑毛病 真的是对不起我们都错了 至少秘密入侵的反对声浪没有对导演有什么影响 他这样说 各种作品在不同时空情境下会与不同人产生连结 而漫威有非常忠诚甚至狂热的粉丝 对这个宇宙有某种期待 而当他们期待没有被达成时 他们就会往另外一个极端移动 狂踩这部作品 我不知道我们指责难道是满足他们期待吗 或者是讲我们想讲的故事 所以这确实是个困境 如果所有人都爱这个影集的话 我确实会很开心 但是我自己没有这样的期待 所以对于这个成果还算满意 真抱歉 我真的不知道对于一个成本2亿每件的影集 有多一点期待有多么不切实际 和平使者或神盾局特工就示范过 这种故事主题说得好能够多精彩 如果观众真的想要一个菜市场等级的间谍片 打开Netflix不就可以看到十几部了 这不只是期待而已 这是一个连安稳的遵守基本的写故事原则 都没能做到的故事 这其中有好几场戏 甚至是一整集在结束之后都没有做出价值反转 看之前跟看之后的情绪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虽然有更了解角色 但是这些作者讲话的戏码 并不像洛基那样充满火花和冲突 更像是在脱戏 就像黑袍纠察队主创所说 尽管我们现在处在影集的黄奸时代 不能忘记影集的每一集 仍然要好好的写完一个故事 至少每一集都要有三幕式的启程转合 而相较之下 秘密入侵整体看下来就像是个过于拉长的电影 我还是无法相信 2亿美金 比奥本海默跟芭比都还要贵 唯一的电脑动画大战也只有最后5分钟 所以这些钱都飞去哪了 整个影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那个开场动画 而且还完全是用AI做的 最最后最令我心痛的是 尽管秘密入侵充满令人发指的桥段 这其中还是有那依稀的光辉 光是最后短暂蒙太奇 就让我们清楚感受到彻底陷入混乱的MCU社会 也展现民众对于外星人 Among Us的恐惧 想想看如果在第二集就安排这段 某某高层在电视上被攻击的桥段 并且揭露自己石刻鲁的真身 那会是个多么充满张力的故事 又或者直接偷不可能任务和007剧情 Graphic偷取所有情报局间谍的真实身份 而Sonya和Nick Fury试图阻止 我也完全没有意见 为什么这边没有善用弹指之后摇摇欲坠的社会 为什么没有趁机利用大众对于英雄们逐渐升高的不信任 而在这个世界陷入混乱的时候 甚至可以趁机铺陈 大众反变种人的立场 这一切的一切 什么都没有达成 甚至连个片尾片段都没有 于是多重宇宙传奇 又再次被浪费了 我们到底还要受苦几次 洛基啊洛基 快快来拯救我们的灵魂 Why are we still here just to suffer?